30年沒有在台灣開場 就是溫娜舞虎今年3月份要登上小巨蛋了 那麼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立刻請記者黃淑文來為我們掌握 是主播溫娜舞虎3月13號邀到小巨蛋開演唱會 先讓我們一睹為快 70年代出道的溫娜舞虎五個人第一次要在台灣舉辦售票演唱會 不只要重溫老歌還要唱流行歌曲 就連過去的復古裝扮都要呈現給歌迷來看看稍早訪問 有情聽的歌看看我們唱起來跟你們現在的 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的歌手唱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我們會唱一些偶像派的歌 可以去follow一下嗎 暫時還沒選啊 算台灣女婿嘛 所以到時候我在台灣開演唱會 所以一定要全家人都來 而且我看很多 我女朋友老家的那些會遊覽車過來的 好的 我們可以聽到溫娜舞虎 雖然目前還沒有排好完整的round down 但是未來不排除要唱現在流行的拿手歌曲 阿B為了這次演唱會也透露 她是台灣女婿一定會帶全家來欣賞 另外今天現場歌迷也送上各式各樣的禮物 希望他們演唱會圓滿成功 好 溫娜舞虎那麼三月份即將在小巨蛋召開演唱會 目前最新的消息